你知道慈禧太后死后到底有多惨吗 连专家都气得咬牙切齿 直指盗墓贼的可恨 当年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由 用炸药炸开了慈禧的地宫 就是为了盗掘里面的金银财宝 孙殿英先是命人把慈禧的棺材板劈开 再把里面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 这还不解气 孙殿英还一刀砍断了慈禧的脖子 将鸡蛋大小的夜明珠从喉咙里抠了出来 然后再把慈禧的遗体从光果里面掏了出来 扔到了棺材外面 就连慈禧身上值钱的衣服也被士兵们扒光了 全身上下只剩下一条裤衩 这样的情景想想都后怕 案发四十多天后 溥仪收到了慈禧地宫被盗的消息 瞬间勃然大怒 立刻拍载风来到了慈禧的地宫中 发现里面一变狼藉 并且还散发着腐烂的臭味 四处查找都找不到慈禧的遗体 最终在地宫的西北角发现了慈禧的遗体 此时的慈禧早已经面目全非 头朝北脚朝南 左手趴在后背上 胸腔早已塌陷 就连皮肉都紧紧的贴在骨头上面 宛如一堆干牛粪 在地宫中暴尸了四十多天 宰封为了给慈禧老佛爷遮羞 找来了一块黄布盖在了他的身上 后来又被一伙盗墓贼从地宫中倒了出来 抛尸野外 再后来又被考古人员运回了地宫中 就连考古人员都不禁地感叹 堂堂的慈禧老佛爷死后 竟如此的凄惨